四川大学硕士生小李化名发帖举报称 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本科生伊某抄袭自己的论文 且该同学还获得2023年保送推免资格 直博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对此伊某的回应也很微妙 他先是声称这篇论文与保研没有任何关系 参加北大夏令营的时间早于论文发表时间 同时他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 在联系论文辅导机构时 对方完全没有告诉我这篇论文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对涉嫌抄袭一事 伊某表示自己确实是无心的 论文查诚也过了 我也不知情 在伊某的讲述中 一场赤裸裸的学术舞弊 却成了315消费者投诉大会 明明收了自己几千元的版面费 却不好好码论文 要到国际期刊上复制粘贴 还讲不讲诚信 可正如网友指出的 买论文就是买论文 还说的那么清新脱俗 不论伊某的表述多隐晦 都掩盖不了一个基本事实 所谓的论文辅导机构 就是在提供论文代写代发服务 不管最后生成的论文品项如何 是否抄袭实锤 伊某都是在进行学术作假 而这绝对不是可以轻描淡写 不做追究的小事 如果不是此次论文原作者的偶然发现 伊某找人代写的论文 会不会瞒天过海 成为他顺利进入下一求学阶段的垫脚石 这次被指抄袭的论文 到底是不是伊某唯一有问题的学术成果 换言之 找论文代写代发 是否是他的常规操作 涉嫌学术不端的他 又是否有资格继续前往北京大学直播深造 对于这些问题 不管是伊某的本科院校南开大学 还是给予其保研资格的北京大学 都有必要亮明态度 严肃调查处理 端正学术风气 近些年 论文代写现象屡进布置 俨然成为一条规模庞大的灰色产业链 国家有关部门也是重拳出击 严惩论文造假行为 2018年 教育部就曾部署严厉打击学位论文买卖 代写行为 要求对参与购买 代写学位论文的学生 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以获学历证书 毕业证书要依法予以撤销和注销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学位论文 高校师生日常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 其实更庞大 审查严格度参差不齐 也往往会成为论文代写 造假的重灾区 这些论文成果 虽不及学位论文一般有标志性 却也会事关升学资格 职称晋升 项目评比等 如果任由代写代发论文乱象发展 不仅会危害学术公平 还会造成功利化的 投机取巧的学术风气 既然一谋已经供出了上家 教育部门应该深挖彻查 哪家论文辅导机构收了他的钱 这家机构又炮制了多少这样的论文 把多少作弊者送进北大等学术殿堂 线索已经摆在公众面前 对这个灰色产业教育部门绝不能姑息 拔出萝卜带出泥 还有哪些人窃据了宝贵名校的入学资源 要给所有人 特别是那些等着上岸的学子 一个明确的说法 才能够管的论文不在乱 再诺文不在乱